5月19日,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称,美国航空母舰亚伯拉哈林·肯浩哈姆大基小组,在海湾地区进行了演习,以强调其致命性和敏捷性,并带领六国联军舰队,以保护阿拉伯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国际水域,唯由在波斯湾举行自由巡航。 除了美国,此次参与巡航的国家有沙乌地阿拉伯、阿曼、科威特、巴林、卡达、以及阿联酋。 这六个国家组建了一支海河会联合舰队,配合美军舰队,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巡航。 此前沙克境内的战略输油管道遭胡塞武装空袭,阿联酋的四艘大型邮轮,也在复查伊拉港遭遇袭击。 他们普遍认为,这都是伊朗实施的报复行为,为保护本国海洋和陆地石油设施的安全。 中东六国加入了这次军事行动。据悉,美国出动了林肯号核东力航母,基萨奇山号两栖战舰,三艘宙斯顿驱逐舰,以及上百架舰载机,保护波斯湾以外水域的海空安全。 另派两艘宙斯顿驱逐舰,驶入波斯湾,进行海上巡逻。 尽管七国派遣大量军队在此集结,但美国仍然保证,这不是一个开战的迹象。 沙乌地阿拉伯外交部长朱贝尔也曾表示,沙乌地阿拉伯,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,但渴望保护自己不受伊朗的伤害。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,美国协中东六国,开展自由巡航,就是要在军事、外交和贸易,孤立伊朗。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向伊朗施压,希望其签署一项边境协议。 该协议不仅包括伊朗的核计划,还包括弹道导弹的发展。 但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明确表示,波斯湾不会发生战争。 德黑兰更不会参与华盛顿新的核协议。 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,侯赛因萨拉米少将也坚持认为,伊朗只希望和平,但并不害怕与美国作战。 今天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,还在推特上警告德黑兰。 如果伊朗想要开战,那伊斯兰共和国将正式终结。 所以不要再威胁美国。 虽然华盛顿方面叫嚣得很厉害,但萨拉米认为, 华盛顿缺乏与德黑兰开战的意愿,所谓自由巡航,不过是一场心理战。 黑兰已经习惯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存在。 一位伊朗外交官还自夸,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存在这样的幻觉, 认为它可以在中东对抗伊朗。 虽然伊朗对此事表现得无所畏惧,但波斯湾局势并不乐观。 或许伊朗将迎来一场真正的苦战。